スクール 日本語クラスへ ようこそ みなさん こんにちは ようこそ フーチャンネットスクールへ 大家好 欢迎来到フーチャン网校 我是大家的カオリ先生 香香老师 这节课我们将继续学习 新編日语第二课 初めまして 首先来复习一下上节课所学的内容 上节课我们学了四个语法 第一个讲的是 わです 表示 断定 相当于中文里的 什么什么 是什么 比如 私は りです これは 地图です 然后我们讲了 格住词 の 它相当于中文中的 的 的意思 它是用来连接什么词的 对 是名词 比如 我的书应该怎么说 私の本 那么 日语书应该怎么说呢 日本語の本 下面我们又学了 提示著词 も 它的意思是 也 比如 爸爸是老师 妈妈也是老师 父は先生です 母も先生です 最后学了 事物指示代词 これ それ あれ どれ これ それ 还有 あれ 分别是 近指 中指 还有原指 而 どれ 表示疑问 还记得 これ それ 和 あれ 的区别吗 你说话人比较近的是 これ 稍微有一点距离的是 それ 离得更远的是 あれ 如果是两个人对话 你说话人比较近的 叫做 これ 你听话人比较近的 叫做 それ 你两个人都远的东西 叫做 あれ 好 上节课的内容我们就复习到这里 今天我们要来讲解 绘画部分的单词和语法 首先 我们来读一下 绘画部分的单词 大家打开说 24 页 跟老师一起朗读单词 会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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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编提 li li loh らнут すみませ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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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あな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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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は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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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どな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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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年 2年 あの人 あの人 3年 3年 こ こ こちら こちら こちらこそ こちらこそ なん なん どれ どれ では では 案内します 案内します 下面来讲解几个重要的单词 首先 あなた这个词 我们在语音部分已经讲过了 它是第二人称的 你的意思 但是使用这个词的时候要注意 日本人在日常对话当中 不会经常使用 案内的这个词 因为他们认为 直呼对方为你 是非常不尊敬的 如果知道对方的名字 就可以直呼对方的名字 或者称呼对方的身份 职业 职务等等 比如 我想对小李说 这是你的行李吗 就不要说 これはあなたの荷物ですか 这样听起来比较不礼貌 我可以说 これはリサの荷物ですか 再比如 我想问老师 这是您的书吗 不要说 これはあなたの本ですか 应该说 これは先生の本ですか 有的同学说 如果我不认识对方 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 那应该怎么办呢 那这种情况下 也就只好用あなた了 不过日常对话中 あなた这个词 还是少用为好 下面我们来看一看 はい这个词 大家对这个词 应该都不陌生吧 他的意思是 是 是的 比如我问 あなたは学生ですか 如果你是学生 就应该回答 はい 私は学生です 那么这个はい 还可以用于答应的声音 比如说 老师上课点名的时候 点到你的名字 你就要答 はい 那么 はい的反译词 是 いえ いえ 我们前面在讲长音的时候 讲过这个词 它是表示否定的 不的意思 下面我们来看一看 こちらこそ 这个词组 书上给出的意思是 哪儿的话 奇感奇感 如果别人向你表示客气 比如对你说 请多关照的时候 你就要说 こちらこそ 这个词组实际上是由 こちら和koso 这两个词来组成的 こちら是这边的意思 koso是一个副词 表示 是才要 直接翻译过来 也就是 我这边才要请你多多关照呢 大家明白了吗 那么我们再来分析一遍 初次见到别人的时候 应该怎么说 はじめまして どうぞ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回答的人说 こちらこそ 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记住了吗 好 下面一个单词是 なん 这个词是什么的意思 什么一词 原本读作 nani 我们在语音部分也讲过是不是啊 但是 nani 在遇到 na行 他行 和 大行 假名的时候 为了发音方便 发音就会变成 nan 比如 nani nanto nande nanda 等等 我们本节课要学的 nandesuka 也是这种情况 好 单词部分我们就讲解到这里 下面来看一看 这节课的语法 首先 我们先来看一下 第七个语法 大家翻开书二十八页 语法七 结尾词三 结尾词三 接在人民的后面 表示尊敬 比如 本节课的主角 小鲁 我们就可以叫他 Losan 小鲁 就是 Li-san 片中 是 Tanaka-san 还有 Oke-san 表示 客人的意思 san的翻译方法 可以有很多种 比如 先生 小姐 女士 或者 某某同学 或者 小什么什么 老什么什么 等等 san 虽然是一种尊诚 但是 他尊敬的程度 并不是最高的 对于初次见面的人 或者 关系并不是太熟的人 我们往往要使用这个san 来表示礼貌 如果是非常熟的朋友之间 用san就显得太客气了 还有一点大家一定要注意 就是这个san 千万不能用于自己 一些日语初学者 总是会犯这样的错误 watashi wa li-san desu 这种说法 是万万不可以的 大家一定要牢记 那么 有的同学说了 老师 你说 san不能用于亲密的朋友之间 那么 朋友之间 应该怎么称呼呢 老师再教大家 一个结尾词 chan 这个chan 一般是用于 关系比较亲密的 同辈或者晚辈 并且常用于少女或儿童 由于你们的关系 已经非常好了 所以就不用称呼姓 而可以直接称呼亲名字了 比如 樱桃小丸子 日语的读法就是 吉利丸子ちゃん 赖比小新是 クレヨンシンちゃん 丸子ちゃん和シンちゃん 就是两个主人公的名字 而除了san和chang之外 还有一个结尾词 kun也是接在人称的后面 它主要用于晚辈的男性 可译为 某某君 比如 如果小李是一个男生 那么老师就可以叫他 李君 所以大家在使用这些 人称结尾词的时候 一定要分清楚 自己和对方的关系 好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语法2 上节课我们学习了肯定句的说法 那如果我想对这个句子进行提问 把它变成疑问句应该怎么说呢 下面我们就来讲一讲 日语里的一般疑问句 相信学过英语的同学们都知道 英语里面的一般疑问句 是需要颠倒语序的 而日语里面的疑问句 则不需要那么麻烦 只需要在句子的最后 加一个表示疑问的 可就可以了 比如说 这是书 これは本です 如果我想问 这是书吗 就要说 これは本ですか これは本ですか 很简单吧 这个句尾的卡 发的是不送其音 有一点类似于着音的嘎 但又不是着音 所以大家发音的时候 也需要注意 既不要发成轻音的嘎 也不要发成着音的嘎 それは本ですか 自然一点发出来就可以了 那对于一般疑问句的回答 当然是嗨或者疑 不过我们目前只学了 肯定句的说法是不是啊 下节课我们才要学否定的说法 所以目前大家只能说 はい これは本です 我们来看一下书上的例子 これはナイフですか はい それはナイフです 这是小刀吗 是的 那是小刀 それはタオルですか はい これはタオルです 那是毛巾吗 是的 是的 这是毛巾 下面老师要考一考大家 请根据刚才学过的内容 补充下列对话的问句或答句 大家可以找个本子写一下 也可以在心里默念 第一题 问句是 あなたは李さんですか 回答应该是什么呀 はい はい 好 答案应该是 私は李です 注意千万不要写 私は李さんです 第二句 答句是 はい 私は日本語家の一年生です 那 问句应该是什么呢 问句应该是 あなたは日本語家の一年生ですか 大家答对了吗 接下来 我们来讲一下语法三 大家翻开说 二十六页 语法三是一个特殊语文句 は何ですか 他的意思是 某某是什么 日语当中的特殊语文句 也不需要改变语序 只需要把原文中 你想提问的部分 换成相应的特殊语文词就可以了 再在后面加一个か就可以了 比如 这是什么 これは何ですか 回答 それはえです 那是话 それは何ですか これはパソコンです 那是什么 这是电脑 那老师再教大家一句实用的话 你叫什么名字 名字的说法是 名前 名前 那你叫什么名字 说成 お名前は何ですか お名前は何ですか 回答是 私は Dです 私は Oです 同学们可以互相之间做一个对话 来用日语 询问对方的姓名 お名前は何ですか 私は です 当然 这个句型的位语部分 除了用何之外 还可以用其他的一文词 比如说 どれ どなた 看一下 看一下书上的例句 本はどれ ですか 书是 哪个 本は あれ です 书是 哪个 あなたは どなた ですか 您是 哪位 私は 李です 我是小李 下面我们来做一个翻译练习 大家可以写在本子上 或者直接在心里默念 让大家翻译的句子是 小李 你的行李是哪件 小李 你的行李是哪件 回答是 我的行李是这件 我的行李是这件 想一想 应该怎么说 好 现在公布答案 问句是 李さんの荷物はどれ ですか 李さんの荷物はどれ ですか 答句是 私の荷物はこれ です 私の荷物は これ です 大家 答对了吗 皆さん 練習の時間ですよ ちょっと 練習しようね 好 这节课的语法 就全部讲完了 下面 翻开书22页 我们来讲一下绘画部分 我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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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是吗 是吗 你 是吗 我日本語科一年のロです。 あなたはどなたですか? 私は日本語科二年のリです。 初めまして。 初めまして。 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あの人はどなたですか? あの人は日本語科三年のコさんです。 コさん、こちらはロさんです。 初めまして。 初めまして。 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こちらこそ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これはあなたの荷物ですか? はい、それは私の荷物です。 これは何ですか? それは服です。 それは何ですか? これも服です。 本はどれですか? 本はあれです。 では案内します。 お願いします。 这段讲的是小李、小鲁和小顾 三个人初次见面的场景 小李首先向小鲁搭话 他问 不好意思,你是小鲁吗? sumimase 我们在前面讲过 不仅有对不起的意思 还可以表示 劳驾,请问 这里面就是 不好意思问一下 你是不是小鲁? 小鲁回答说 是的,我是日语系一年级的小鲁 小李回答说 我是日语系二年级的小鲁 然后两个人互置了问候 说了 初次见面,请多关照 接下来小鲁看到了小顾 他就问小李说 あの人是谁呢? 那个人是谁呢? 小李回答说 那个人是日语系三年级的小鲁 接下来 小李向小顾介绍了小鲁 他说 Ko san,こちら wa yo san desu Kochira 意思是 这位 小顾 这位是小鲁 小顾和小鲁 又互相说了 Hajime Mashite Yoroshikonegai shimasu 小鲁还回应了一句 Kochira koso Yoroshikonegai shimasu 哪里哪里 我才要请您多多关照呢 下面我们再看一下后半段 小李先问 Kore wa anata no nimotsu desu ka? 这是你的行李吗? 小鲁回答道 Hai,それは私の荷物です 是的,那是我的行李 注意,问句Kore 对应答句的Sore 小李又问 Kore wa nantesu ka? 这是什么? 小鲁回答道 Sore wa fuku desu 那是衣服 Sore wa nantesu ka? 那又是什么? Kore mo fuku desu 这也是衣服 小李又问 Hon wa dole desu ka? 书是哪个? 我们可以想象 小鲁刚刚到学校 肯定背了一堆箱子 那小李问 书放在哪个箱子里面了 小鲁回答道 Hon wa aray desu 书是那个 书放在那个离得比较远的箱子里了 小李说 Dewa anay shimasu Dewa是namo的意思 那么 我来给你带路吧 小鲁回答道 Onegai shimasu 拜托您了 当我们拜托别人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就可以用这个 Onegai shimasu 好 绘画的意思 大家都理解了吧 由于绘画的内容比较长 老师从中为大家挑选了几句实用的短句 希望大家能够记住 首先 是询问对方是谁的时候 可以说 すみません ロさんですか? 回答 はい 日本語化一年のロです あなたは? 第二组 初次见面 请多关照 这个我们已经很熟悉了 はじめまして 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回答 こちらこそ 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然后是 介绍他人的时候 应该说 こさん こちらはロさんです 这是什么 これは何ですか? 那么我来带路吧 では 案内します 拜托 には お願いします 要求大家 把这些实用短句 一定要背下来 好 本节课的内容 就这么多 下面我们来回顾一下 本节课学习的语法 我们先学习了 接位词 三 他接在人称的后面 表示一种尊称 然后我们学习了 日语中 一般疑问句的说法 就是在句子末尾 下一个表示疑问的 か 比如 これは本ですか? あれは荷物ですか? 接下来 我们还学习了 特殊疑问句的 表示方法 就是把句中 你想要提问的词 换成相应的 疑问词就可以了 比如问 这是什么 これは何ですか? 今天的作业是 熟读绘画 背诵单词 前文 以及今天所学的 实用短句 下节课是复习课 老师会给大家 安排一个小测验 考一考 大家的单词和句型 掌握的怎么样 希望大家提前做好准备 好 今天的课我们就上到这里 みなさん また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